刚刚做完一个咨询 就是有一个网友呢 他是在2018年 从那个友信那种小贷公司呀 借雷币贷款 当时的时候是15万 那花了三个月以后呢 这个公司倒闭了 大家应该懂得都懂吧 在2018年的时候 很多这种P2P的这种平台 然后就被查封或者说关停了 当时查封他的一些理由呢 就是说他是不合法的一个放贷平台 所以关停了 关停了以后呢 这个客户就没有再去还款 很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当时从小贷公司借的钱 或者网贷平台借的钱 但是没有过多长时间 这个网贷平台没有了 还款都出现问题 还钱都不知道上哪去还了 有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吧 然后这个客户他就没有再还 在2021年 就去年的时候呢 他突然就被起诉了 所以还是以这家有幸的 这家机构给他起诉了 说当时的时候呢 他也去这个法院 还有去查过 他现在不是新的这个债权公司 就把他那个债权买过来那家公司 我生命的话就不说了 总之说呢 好像是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买过来的 这个欠款金额呢 现在加上发现月金 加下来一共是12万5 他的未还本金 差不多还有10万左右 平台要求他是按照 总欠款金额 打包7折来结清 但是呢 他不想跟他这样直接结清 然后跟他谈到更低的一个折扣 但是平台没有同意 他们现在就还在 这样一个拉锯战 一个过程当中吧 他特别我希望 我能够为其专门的一个视频 因为可能有很多的网友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他了解过就是这家机构 有信号 这一批被批上起诉的 有一千多个人 上一批被批上起诉的人 有三千多人 就有很多人有这种法律意识的 他们曾经在收到这种相关的信息的时候 及时的提交了管辖权意义的 平台就撤诉了 对他那笔就撤诉了 但是大部分没有收到任何短信提醒啊 或者说没有收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起诉状啊 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告知函的这种情况下 然后被缺席选判呢 也大有人在 所以说呢 很多人莫名其妙的 他这个微信啊 银行卡就被冻结了 他就是啊 他可能在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下 被批上起诉 甚至批上判决了 然后他这两天呢 他的微信突然就被冻结了 那微信里面就被冻结了七千多块钱 那就比较尴尬啊 现在跟平台积极去协商 但是平台不会轻易同意啊 我有反复的再强调对不对 特别是收到这种网贷 被批上起诉的 你这个时候跟他去谈 那给你减免结情 或打折结情 难度比较大的 因为他的底层逻辑是 资管公司呢 拿到这个包 可能这个包呢 是已经被转了好几手了 那可能预期时间比较长了 那这种情况下 他推出上的这种可能性 是比较小的啊 他按着一般都按15%的一个成功率 就是这些有能力还的这些人呢 他先去跟他去协商 但是不可能是说 刚开始第一次谈 然后第二次谈的时候 就给你比较低的一个折扣 因为他知道 可能有85%的用户 他是根本没有能力还 他就在这个15%的这个 用户里边呢 就尽量的能够 让他们尽量的本金全部回来 那他起码有可能 能够最大程度的 把他这个买包的这个成本 就给收回来哈 如果你真的 也是被网贷平台起诉了 你要积极的去 能提交这个管辖权意义的话 你要提交这个管辖权意义 如果你是被 没有任何的构知 缺席宣判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突然一下子 下了这幅令 你这个银行卡 或者说微信 突然被冻结了 而是想协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只能是找一些专业的人 就是跟他平台 申诉 然后不断地去纠舍 可能才能 谈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来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事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